成为真正的派对女王呢 就要学会这个派对妆容技巧 才能够成为全场的焦点嘛 那今天我们很非常开心 请到阿库来传授一些技巧 这样哈 大家好 那我想问就是派对妆容 的重点是在于哪里呢 我们会就是based on你的这个风格 来画出你这个派对的妆容 好像甜美心 好像我说美军 好像甜美心 等下呢我就会加强在你的这个假睫毛 然后在这一个的blush 跟这个lipstick呢 我就会用比较pink color 就比较甜美心的 这样就是你不会缺场 在另外一个方面 你也不会失去你自己的风格 现在呢我就用这个黑色 这样当我们用黑色的时候 就给多一个小贴饰 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在画这个黑色的时候 是画一比较深色的眼影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会掉在眼睛上面很多 对不对 很肮脏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tissue paper 轻轻的在这个tissue paper上压一压 这样呢它就不会掉在你的眼睛下面这么多 我们就在这个眼睛眼角的这个后面 加上这个黑色 前面是你的紫色 这样后面呢就是这个黑色 就看起来比较深邃 这样当我们在上这个shadow的时候呢 这样我们就要用压缩的方式 就像如果你用推的话呢 然后你在用很深的颜色的话呢 这样它的颜色就会掉到你的眼睛下面很多 这样你就很难去control那个颜色 然后呢你就要重新再画过整个的眼妆 OK 现在这个眼睛的部分呢就做完了 就是你看到吗 就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后面就深了 深碎了 放了黑色 这样现在呢我们就在画这个眼线 浓眉大眼可以让自己的人员提升 因此画个大眼妆 绝对能够让大家被你的魅力所吸引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黏这个假睫毛 这样呢我会先黏第一层 OK 因为去party嘛 OK 就要成为全场置物嘛 对 所以我就会黏两层 就看起来整个眼睛就是注重在眼睫毛 你现在就可以发射电队 对 像当我们黏睫毛的时候呢 这样我们一定要黏最靠近你的 这个睫毛的这个根部 OK 现在已经黏了第一层了 那是时候要黏第二层 对 加强那个电力 对 OK 所以那个技巧上有没有分别呢 这个是我们黏的第一层睫毛对不对 所以这样在第二层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贴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一起贴 哦 为什么 我们不要一起贴 这样的话就会看到很浓 然后也不是那么自然 所以你就贴的话呢 就是另外一个呢 就是贴在另外一个上面 就是这样子来交叉 这样当你这样子交叉的时候呢 就看起来就比较自然 所以呢我今天选择的就是 比较它带一点是金色 金白色的这个的亮粉 这样就这个呢 我就用来代替这个的highlight 嗯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个眉骨的下面 就是轻轻的烧一烧 然后呢就会给它有那个散亮的这个感觉 那接下来就是腮红的 对 好像刚才我讲说注重就是美菌的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 Romantic的这个风格 所以呢 对 所以我就是注重在它的blush 就是给它多一点的pink 它的lipstick多一点的pink 这样就看起来是你的风格 就是Romantic的风格 然后现在万事俱备 纸欠东风 对 我觉得嘴唇也很重要 对 因为可以显露我性感迷人的一面 对 非常 OK 所以你选择是粉红色 对 粉 它但是它是比较nude的nude pink 但是它是属于粉系列的 OK 好 已经完成了 对 所以呢 一个这个派对的妆容 并没有很难 只要在我们这个基础的妆容上 再加多几笔 OK 然后在自己的风格上 再挑这个正确的颜色 对 那就可以更加凸显我们个人的魅力 对 所以呢在派对上我们一定可以电死很多的男生 绝对 这个是重点 是 好啦 今天非常谢谢阿库 谢谢你 好 谢谢